推歸專業 新政院出來面對 一二二三六 鄭雅玲小姐 余中漢先生幾次站好呢 撐到一支 戴回家那個 來聲援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余中漢 那其實一開始雅玲他請我分享 這幾年因為外民服務受傷的案例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我所謂的不知道 並不是因為沒有經驗 而是因為經驗太多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講起 2007年 在宜蘭有一位老婦人 呼吸心跳停止了 這個時候 轄區分隊的消防員 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跑去救貓 只能從鄰近的更遠的分隊 派人去救 那當然這名老婦人 心臟衰竭不治死亡 沒有最扯 只有更扯 接下來2012年 在台中 因為去捕風 我們使用火攻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受過任何的訓練 我們使用火攻法 去燒蜂窩 結果造成什麼 房屋燒掉四棟 判國賠 有這種道理嗎 幫別人做事 還要幫別人賠錢 同年 2012年 也才隔一年 苗栗一銷 捕風 一樣造成殉職 全台第二例了 2013年 我來講一下 這是我的同事 就在我們分隊 一樣去執行捕風勤務 抓完之後 他把裝備卸下 那個時候 突然 被蜜蜂遮 被虎頭蜂遮了三針 在身上 結果他當時 他覺得 眼睛視力開始模糊 喉嚨腫脹 呼吸困難 他當下趕快跟屋主 借電話 要怎麼 要打電話回分隊 求救 好結果他打回分隊求救 講完的時候 人就倒下來了 人就倒下來 我們到現場時候 他人已經是昏迷的狀態 口吐白沫 我們趕緊將他送醫 幸好 就毀一命 好那醫生也說 如果他發生的地點 再遠一點 等於說我們救護車 再遠一點 到達現場時 他已經沒救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呼吸了 當他醒來的第一句話 他對他老婆說 老婆對不起 希望你下輩子 不要再駕消防員 這是多麼卑微 多麼悲慘的一句話 令我印象相當深刻 我那時候就認為 原來死亡離我們消防員這麼近 他就是睡在我隔壁這床的學長 我要說 為什麼我們會造成這麼多人受傷 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 他非消防本業 當然 我們有沒有受過訓練 在消防人員的養成訓練中 完全沒有受過訓練 捕風抓蛇 貓狗 山豬 動物 都沒有 連裝備也是隨便發下來就給你 你在沒有受過訓練 沒有裝備的情況底下 你要怎麼保證自己的職勤能夠安全 沒有辦法 我想問各位 全責分工 本來就是相當正常的事情 難道你會去急診室 說你要請醫師幫你修車嗎 不可能 你會去拜當勞 要掛急診嗎 全責分工 本來就合理正當的事情 那我們的政府知不知道 他們都知道 尚從行政院 內政部 消防署 全部都在漠視 這個問題已經好久好久 沒有一個人願意正視這個問題 農委會 農委會 草菅人命 草菅人命 行政院 行政院 做事不離 做事不離 那請問就是消防署 目前對於這次的衛民 服務被捨咬傷的這個案子 打算怎麼處理 我想這個案子 我們署裡面 我非常關心 非常重視警方人 這件事實上是一個 非常專業工作 那一望面 我們昨天 報告本人 也到農委會 去跟他們拜訪 去跟他們做一個溝通協調 也希望他們 能夠協調地方政府 把這個專業分工 能夠啊 落實到一個 這個 農業單位 或者是消防 這個動貿團來做 消防署也好 或者是農委會也好 到底有沒有辦法 真的去 我們現在希望是能夠 以中央為單位 然後去召開 我們跟地方的協調會 我覺得應該要做到這樣子 不然的話 你說東西我都責成回去給地方 那地方他每一個縣市 每一個縣市 不一樣的做法 有些市長他就是 很便宜行事啊 那你說這個東西都是地方的權責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講 如果說中央沒有這個約束力的話 那我們到底需要 為什麼會需要中央單位 我認為中央應該 不只是有協調的功能而已 中央府說 這些部分 動物的救援這部分 是屬於地方政府 是衛民服務的工作項目之一 衛民服務從來都不是我們的工作項目之一 所以在這個轉折期啊 我想這個 我們本身啊 會積極啊 再進一步來 再做這種協調 會專業 會專業 請政院出來面對 請政院出來面對 一 一 二 三 三 三 四 三 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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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